Hello 大家好 來到情人節2月14日 有我紫晴和大師在 大師是不是有些話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 宣佈今晚我們的直播 今晚我們的直播就是你、子靈、馬仔 我們會有紫靈作為我們的夢中情人 因為他不僅是人靚、聲甜 而且身材是非常好的 他會出賣他的寫真 固然他和我們夢中情人 我們大情人節也有情人節的大吵架 會提供真的情人給大家 我很期待 你很期待吧 希望大家滿意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今晚我們很多事情都很即興 讓我有些真實的反應 先講講23條 其實昨天也有些新聞涵蓋了 先講講香港基本法23條 會不會如期或在今年或明年去立法 都受到廣泛關注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 昨天在港媒明報 讚文說本年度不適宜 展開23條立法 連相關公眾資訊都不應該展開 還提及要提防台灣陸營抽水 在總統選舉大勝 同時全國的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也說 立法是應該推遲多一兩年以免西方借詞打壓香港 時事評論員 劉瑞兆 劉瑞兆 他分析說 北京主要是考慮中國現時的國際外交形勢不利 而調整23條立法步伐 但不代表北京對香港放軟手腳 又相信港府會配合推遲立法 看看行政長官李家超 他今天也在行會前見記者 再說多次 對23條的立法是不變的 希望可以盡快完成這個立法工作 期望今年或明年完成立法 究竟現在大家的幾方的意見都好像有點不同 那怎樣去協調呢 究竟23條的立法應該什麼時候去做呢 我認為那些人路民端那些 應該是不會亂說話的 即是說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的爺爺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錢 那如果你再做23條 我相信是他害怕 阿儀害怕是 這樣搞下去的話 你香港更加做不到雜誌功能 反正你現在大致上已經定下來的 大致上定下來的 所以呢 不如一動不如一靜 這個時候大家需要賺錢 大外宣 這樣的時候 你看見中國也都 李家超也都 賺得多少年錢 所以我認為他們不會是自己的說法 即是23條的立法 其餘的四天爺爺的立法 那個 最佳時間已經過了 最佳時間已經過了 即是說 在林鄭月娥的時候 反正也是的時候 就直接在你最討厭的時候 直接在林鄭月娥的時代 就一直這樣立了 那就會比較好些 但是現在在各國打擊之下 你現在再立的話 都是多一時不如少一時 大家都要先賺錢 因為疫情之後 現在中國的經濟 也都希望大家重開賺錢 如果你突然間有些自由生資 就不會 那就不好 嗯嗯嗯嗯 其實各方都有各方的道理 還有他們說 我想台灣方面就會有好小事 即是成績抹黑一國兩制 爭取選票 或者民進黨 反正民進黨都不是 是好小事 因為你們民進黨 我上次都是用香港來做籌碼 來做民選 但是我想這次 他們都不太 我想萬爺 不太介意民進黨選到 或者怎麼樣 因為始終都是香港 始終都是 始終都是 到最後都是跟美國 戰爭 不是 不是戰爭 是跟美國的對抗 就算是國民黨 如果侯友宜選了 都不會好 都不會好得過多少 不會好得過賴仙德 嗯 是的 這個整個經濟都是需要集中去 賺多些錢先 何大師說 現在就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先 是的 沒錯 因為盧文端不會無端出來說話 他們那些全部都是有人 有人去放給他聽 嗯 盧文端 好 先講講地政總署 去年開始在賣地和短期租約裡面 加入了香港國安法的適用條文 政府有權是因為國安的原因 去取消入標 或者終止一些短期租約 發展局回應這個查詢的時候就說 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在去年8月29日更新了 加入了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相關要求 令到指引更加清晰 地政總署隨後也都相應 將適當的條款加入了所有賣地文件 以及短期租約的照標文件 現在國安法都涵蓋在不同的文獻裡面 我想全部都會去什麼 但是最重要的地可能是 你不要去做顛覆或者所有事情 但是其實你到了最後 舉說如果做了的話 你都可以蓋它 所謂分別不大 但問題是 寫明 你不寫明你都可以蓋它 他如果做了什麼的話 但問題就是他這樣 他如果終止整件事 就是令到你去搞的時候麻煩一點 終止 就是我做了事情 到最後 我想這個是屬於政府下令 因為國安法 你再要實行 在行政法規那裡實行 現在國安法通過了 全國人大通過了 在香港實行了 但是問題是你會每一個部門 應該不只是地政處 是每一個部門都會做國安法 有關的條款 嗯 每一個部門都要熟悉國安法 首先 不是熟悉了 現在每一個人都熟悉國安法 是否一個部門 都會有一些國安法條款 大家都會令到那個條款 有國安法 related的東西 嗯嗯嗯 是的 加上這個國安法就比較好一點 接著之後再講35間 我們都有講過 但是呢 今天有一點更新 夜日都上庭會 夜日都更新 那我們講不講好 如果你說 那你每天更新 每天上庭也更新 報紙每天都講我們不每天都講 對吧 除非他說 有事實長無劃得短 如果說那些很廢的話就廢 沒有更新 有些價值的就講 嗯嗯 我怕大家悶得 可能沒有人想聽這宗法令 很多人都想聽 是嗎 因為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聽 去了現場聽 那些多數都是黃絲 那個不是我們的觀眾 但問題就是 因為那些藍絲看到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那些藍絲 沒錯 那先講35加47名的民主派 就是因為這件事被控國安法下的 那些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我們昨天都講過 那案件其實已經是踏入第六天的審訊 而控方終於昨天就傳召第一個證人 那同案認罪的被告呢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歐樂軒作公 那他說初選計劃呢 最初是來自一場五人飯局 即是說一切由這個飯局開始 那出席者包括在現身在獄中的 現任工黨副主席李卓人 以及是目前已經離港的 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 那歐樂軒就引述同案認罪的首被告 戴耀廷在飯局裡面說過 其實我們都是想立法會的議席過半 可以運用這個權力去爭取五大訴求 要求政府回應 那其實歐樂軒當時就計劃去日本留學 籌備初選的時候仍然在香港 他就說我認為我當時有一點時間 能夠貢獻我視之為民主運動的工作 所以他當時才會這樣去做這個初選 即是有份籌劃 但他說之後都是在報紙上面 才看到戴耀廷其實 才說回那個規劃是怎樣 即是實質的那個框架是怎樣 都是戴耀廷在那個報章上面 寫的時候才知道的 那當時開會吃飯 只是說了初步是怎樣 因為其實歐樂軒是很外圍的人 所以他作為香港人 他當然是一個重返 所以重返就可以 再有重大立功 希望能夠有比較輕一點的表現 但問題是那個五人飯局 或者所有事情 因為他是重返 實際上整件事應該就是由35家 應該就是由沈旭暉 現在身在外國地的沈旭暉 拍板 提出 美國黎智英覺得OK 然後美國人也拍板覺得OK 實際上應該是這樣的狀況 如果美國人不拍板 也不會OK 現在到最後 是由其他人去提出的 即不是歐樂軒的主意 是歐樂軒 只是歐樂軒 只是一個小竹 對於歐樂軒的智力 我想大家都已經是 我看過這些事情 我想大家都是對於他的智力 整個民主派的陣營 大家都知道 都很深知 所以才會這樣 是的 大家繼續留意著 今天應該有聆訊 大家都可以留意著 是的 可以有空去看看 哈哈 入場看看吧 很多人沒有答 不過很多人在一起 有35家 對 你想想 一個庭有多少人 好笑 有35家 只有那個案件 自己的親人都坐滿了 哈哈 又說得對 好 然後說回 我今早也聽到 一些電台新聞 都在說這件事 就是這個二通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 可能駕駛朋友比較敏感 說回 就是說二通行 不停車繳費服務 原定在今個月26日 就會在青沙管制區去實施 結果突然間彈工手 政府就宣布 都是延遲了 到5月7日的清晨5時才落實 當中可能有些實行的問題 但是沒有說原因 就直接說 喂 之前炒了那群基層員工 譬如在隧道口那一堆 就叫他們 先回崗位 你們還沒有炒你們 之前就談好幾天 最後一天 又說賠那些遣散費 最後就搞到大家都很混亂 現在突然間延期 又要求員工去改變那個計劃 又要上班 可能如果那些人已經找了工 又無所適從 找了工不會無所適從 是公司無所適從 對不起 找了工也會無所適從 可能要給回 找了工有什麼可能無所適從 只是找不到工的人才無所適從 就是找不到工就上班 但問題是公司那裡 公司那裡不知道為什麼 公司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你已經補了水了 你補了水了 它就要走人了 然後公司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如果不是你 還有可能你請不夠人 突然間你這樣叫他們 我又不夠人 我又不夠人用 補了水之後你再入職 就是他再不做 就是再補水 所以整件事是非常麻煩的 你要再談談 一些條件和條件 畢竟香港有很多的隧道 有很多的隧道 有很多的隧道 隧道有不同的 就是有些政府 有些就不是政府 所以西水不是政府 所以大家都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政府彈工手就不止一次 因為政府是說 因為政府是亂來的 彈工手不是不好騙的事 那為什麼確保這些員工 好像沒有什麼保障 突然間又要人上班 突然間又炒帳 員工當然沒有保障 你打五內工 你覺得有保障嗎 你打五內工 你覺得做員工有保障嗎 做沒有老闆又沒有保障 因為老闆會蝕本 做員工又沒有保障 這是很正常的 運輸署發言人說 會在全港加設超過20個諮詢站 去協助車主去申請二通行服務 到最後都不知道二通行是怎麼搞的 我現在還有很多快二通 我想問 快二通、二通行有什麼分別 有人跟我說過分別 但其實真的沒有分別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向快二通去 但因為很多人 因為大約 原來的就是 因為很多人不用快二通 就給了二通行 但是現在就好像規定是一定要是 一定要是用 全部用了這些 有個政府去派發這些標籤 但好像有些是發是有分別的 但我就不太知道分別在哪裡 因為大家覺得電子 電子標籤是必須的 就是每個人都要有 這樣就要省很多時間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因為它要先入錢 但是問題就是 總之就麻煩了 一頭無水 因為我只記得我坐 譬如人家的車的時候 人家可能有一些是停在 給隧道費 有些就是要 就這樣經過 就已經可以過了 就是不用停一停 然後給錢 是的 但是快二通就是 現在好像說 二通行出了之後 可能就沒有給錢 所以總之就很鬧急 又被人家之前鬧過 嗯 但是我很明白 我講這件事給你聽 很多朋友 你買的車 其實買的車都很貴的 很便宜 成本很高的 但是幾十元一個月發熱通 那些人都不肯給的 很多人是不肯給的 我都不是經常過海 到時候又給錢 就是幾十元 證明是很多人 其實很固憾 對這件事 很固憾 是的 幾十元一個月 但是那些人都不願給 就是覺得 沒有需要 到時候就給錢 但是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幾十元一個月 就是養一輛車 相對養一輛車 還沒給足道 但是都不給 我明白 之前有個朋友也是這樣說 就是說 可能覺得要先入錢 很麻煩 然後又覺得這些 到時候才算 去到隧道才給錢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省的時間 錢都在 就是時間和金錢的問題 是的 但是問題是 他們的時間可能不值錢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朋友也是車來的 是不是 如果車女要給錢 那他就算了 我都說 你覺不覺得 又要停在這裏 你如果車女 你是不是相差很遠 車女要給錢 真的是 所以不如不要 如果你打算什麼 正如我很久之前 當時香港人偷車很盛行 那個人就說 賣車給我 不如去桌盤鎖 我說 假如你 約了一條女去街 你去 上車的時候開個桌盤鎖 然後上下車的時候開個桌盤鎖 就是鎖放個桌盤鎖 你會不會覺得很老套 你等一等先 我先鎖一鎖 或者你去到的時候 你上車的時候 下車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再綁一個鎖 好像要窩窩 搞得很麻煩 我那個車路那個人 他很好笑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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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再試想想 假如你約一條女去街 去完船牌之後 回到你家 即是不見了 你有沒有過老魚 啊 我應該是 不知道拍了去哪裏 但是被人打了 那人是怎樣 他說 那會不會更加遠 那我回不到這個問題 後來他和我安了一個鎖 鎖就是在 即是一條可以用車時開的 就是開關的 就是截了油 總而言之是一個 暗制車時的開關 用車時開關 他一個截油的 我說這個能不能夠 阻止那個賊 他說 他說 如果那個什麼 開了的話 其實是阻止不了的 他說只要他找到那個 鎖子 就等於做了他這條事 我說 那你也是掛的 也是沒用的 但是他未必知道 因為這個是我們 一個秘密的位置 人家通常很需要你 這麼豐富 只要找不到那個鎖子 他就開不了 踏不了你的車 到時候還用了這個 最後就是什麼 用了那個方案 就是 總而言之在旁邊 旁邊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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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鎖匙 我明白你說 有鎖匙插位 要開兩個鎖匙 然後用那個方案 那時候偷車很厲害 通街都偷車 嗯 好像以前電單車 或者怎樣都會突然被人撞了 什麼車都會被人撞 對 好 關於這個易通行 和化易通 大家就了解一下 鎖匙的朋友 比較關切 好 接著就說回出埠的朋友 最近有個現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尖沙最以前拍車很難 找標位都很難 但是現在是很容易找到標位 就是那些人說 很奇怪 那些人已經走了 是嗎 就是很少人去 很容易就多 就是那些人來移民 一旦就移民 一旦就去了旅行 這樣 那見到其實 就是陸委會 昨天就宣佈 昨天上午召開記者 今天召開記者會 正式宣佈開放這個港澳人士 來台灣自由行的時間規劃 據了解港澳開放自由行的時間地點 時間點可能會落在2月20日 確切的時間 今天就會公佈的 說回這個台灣的自由行 就是港澳人士 因為這個遲早會發生 沒錯 很多人都在等著 這個遲早發生 雖然黨澳台對於什麼 但是現在差不多 現在都很方便 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記得思雄妖都去找蕭若元 蕭若元在台灣 我記得 蕭若元在台灣 但是我不知道她怎樣去 她去很久了 蕭若元其實去了台灣 所以至少不是不拖 至少蕭若元也過去探討 開了一會 所以 但是只不過不是自由行 她可能是你的商業 對 而去年還是一個團體形式 我記得 五人成團 我們這樣 我想到了 我記得是五人成團 不如我們最五人就可以去 自己最五人就可以去玩 自己可以搞團 我記得五人成團 是這樣的 所以都是很方便 不過我們 我有朋友 在台灣 在台灣找不到阿坤哥 所以我們覺得 叫來叫去阿坤哥 黃坤 所以叫來叫去也好 所以有些 聽說她跌倒了 都傷得很重 有這樣的事 聽說跌倒了 不是聽說 據官方透露 但是官方透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官方透露說跌倒了 傷勢都很嚴重 你知道年紀大了 最容易就是跌倒了 但是這個是官方的消息 這是絕對獨家 嘶 在這裏說這裏散 說回其實 除了去台灣自由行 大家都可能會去其他地方 尤其是日本 即3月4月 又是櫻花盛放的日期 大家都可能會去拍櫻花 但是現在港人由日本 是要貼錢賣難受 因為南航是逐步解除 對中國人民的入境限制之際 日本政府仍然是 對中港澳山地的航班 設定一個限制 即旅客是有限制 維持至去年12月底 禁止航空公司增加航班的禁飛令 因為管理不善 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之中 折折下跌的國泰航空 以及全附屬的廉航香港快運 面對日本限飛令 選擇擠牙膏式的舌班 下個月是櫻花盛放的日期 國泰取消了112個航班 快運都取消了96班 旅遊業都感到失望 希望快點停止這些無理的限制 還有現在的日報很貴 聽說酒店很貴 我最近預訂的時候 這酒店很貴 貴過以前 貴以前我想是六七成 現在都是五位數字 我們住的比較好的酒店 我們住的比較好的酒店 五位數字起碼 就是五位數字 以前可能是五六千 現在都是五位數字 我們覺得 總而言之去外國的成本 現在的酒店 不知道為什麼貴得很緊 可能酒店不夠人 當然了 人手周圍都短缺 是的 然後我們又說回人手短缺 其實學校都有人手短缺的問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以前小學派飯的人 有時候會有幾個姐姐在那裡筆飯 或者是送餐 有ABCC的餐 一個月前已經訂定了 但是網上近日就流傳大家樂集團旗下的五線供應商 叫活力午餐 好像有些印象 大家有很多 做了很久 他們這個事情 至於聯商在多間中小學都出現問題 包括是遲了送飯來 飯款也不齊 例如我訂的那個款也沒有 食物質素又參差 令到學生未能按時五線 需要另外購買食物 引起罷工而運 大家樂事後澄清活力午餐並沒有罷工 但承認短期內人手是很緊張 而公司要回復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都是要一些時間的 因為很多學校突然說 之前是不是開了課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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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變成那些人手 剪了之後就未能夠回來 大家說他的管理一向都不錯 雖然我不是對這間公司的印象那麼好 但問題是他的管理都是不錯的 我覺得他在今時今日走現在的路途 就是有這麼說 以前的時候大家樂在陳什麼鬼 陳先生總之那個時候是做高一個檔次的 嗯 但是現在陳宇江 陳宇江 陳宇江 陳宇江之後就做了低一個檔次 所以就變成了會有一個會有 會有 會有 就是今時今日的人不是希望這樣 就是你變成了 其實快餐店是一個 現在是比較高級的東西來的 現在比較低級的那些叫做是 就是淡仔啊 穿越米線啊 那些 那些穿米線啊 那些米線啊 那些做了一個最低檔次 就是 所以我不是覺得他的事情不是做得那麼 即是市場不是好像那麼好 但是問題就是那個 他管理一些比較廉價的 比較便宜的東西管理得很好 那些價格控制那些 嗯 是的 可能是短期的問題 是的 最好笑是說 學校原來會預備乾糧以備不時之需 就是那些學生有機會是吃不到 熱辣辣的飯 還有先生也吃不到 是 好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中證監新規 那什麼新規呢 就是中證監會推動的證券經紀業務管理辦法 在2月28日便會實施 那之前有一間公司要財就確認 由2月16日起暫時關閉以內地身份證開戶的帳戶 直至等到中國監管機構或者證監會釐清相關的法規 雖然耀材現在強調主要收入是來自本港 但是這個措施對未來業務不會帶來影響 但是昨天的股價是跌了一成多 應該不只是耀材 是全部內資的富途 那些國泰軍等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要看看這個狀況是怎樣 就是這個新規究竟對於捐商的影響 之前一直應該說說 這裏是一系列的新規定 因為他們防止內地 其實那些人周時炒美股 做些走資的事情 他們贏不上走資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對於整件事 內地戶口、內地人炒外國 所以他一直是管理 所以現在胡廣通、深廣通之類的 都是你的錢 炒香港股票所有事情不要緊 但是那些錢不要離開內地 不要離開中國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原來搞這麼多的規矩 可能都是想不要走資 但是也可能會影響到本地的捐商 已經影響了 不只是這件事 一直都一直影響 收入的情況 好 接著說回一點點喜訊 其實我們昨天和大師都想說 就是一個娛樂界的新聞 其實娛樂界的記憶 都有一些特別事 不過先說一說 這位成員 大家都應該熟悉 我們之前很多次的新聞聯播 都有說過就是阿Mo 阿Mo在去年 大家都記得 就是那個震撼一時的事件 那個意外 MIRROR的演唱會之後 一直受傷到現在 前晚 我想這個報道出的時候 應該是大前晚 傳來個好消息 見到她的父親李成林 但她也曾經透露阿Mo 開始接受一個叫做外骨隔治療 日前是成功踏出第一步 阿Mo去年底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是踏出第一步 是走完整個走路 是的 他是這樣的 他是 他應該是以現在的軍隊 那些 你這個人 背了一件強襲裝甲 裝甲在身上 你憑著裝甲 但我不知道怎麼控制 他是一個全身 他全身也動不了 嗯 他全身也動不了 他全身也動不了 那就是 大問題 我不知道他怎麼控制 但我想對於他們 對於這些人 完全是一個福音 就是說 外國隔禁 現在很多 譬如說 軍人都會用的 因為你可以走得快很多 走得遠很多 還有可以拿多重很多的東西 那我相信這個 對於所有這些 因為不是他一個人 不只是阿Mo一個 在這個世界上 那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就是說 你可以先獲得行動自由 那我覺得現在已經是這樣 我希望現代科技能夠幫到他 那是 雖然醉了這個 就是 大家已經覺得他沒有足夠了 是啊 竟然是可以這樣 能夠走得路的 相信對於福音 我希望如果需要錢的話 就希望有些人可以資助一下 這樣的狀況 就是可能外國隔禁 所有東西 可能這些新的發明 可能都需要一些資金去幫助 是的 但是我昨天和一個中醫談 他控制一個中醫集團的 就是自己 他說 他說他醫好過一個半身不遂的人的性能力 脊椎 蛤?這樣也可以? 他說是 所以我說 你快點找他出來做見證 是不是上我們台上講見證 要 是 嘩 一定快點出來做見證 他說他 他說他很有趣 就是針灸 那些 就是令到那個人 因為你很難 但是 但是有可能是恢復的 其實是 有可能恢復的 因為 但是你有沒有那個感覺 我就不敢包 就是我看了那套 什麼完美人生 什麼鬼 就是那個人本身不遂 那個法國片那個人 偷來翻拍座 他就 可以的 但問題是他有黑人去照顧他 兩個男人有些 兄弟式的感情 那 那 他那個人都說他是生了兒子 就是 喜歡這套戲 就生了兒子 他只是沒有感覺 但是你可能會有生理反應 你的生理反應 感覺是兩回事 嗯 嗯 都很鼓舞 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猜不到 他真的可以走得回 那這個外骨格治療 剛才都說 就是好像一個機械的肢體 可以感知到 村載人的主觀行動意願 輔助他 可以隨心而行的 可以幫助到一些 就是本身可能殘疾人士 但是又沒有完全 喪失行走能力的人 是的 那都可以幫到他用 這個是殘疾人士 他已經完全喪失了行走能力 他呢 他OK 可以嗎 他現在這個呢 他是機械肢體來的 他是適合殘疾人士 現在阿摩是完全喪失了 行走能力的 但是所以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他這個技術上可以做到 OK 他如果沒有完全喪失的話 當然可以做到 但是現在阿摩是完全喪失了 所以如果這樣說 就不是一個這麼適合 明白嗎 OK 所以這個報導是有些問題 好 接著之後呢 我們說回立法會的綜合大樓 現在是進行的一個擴建工程 包括在大樓的高座加建 11至14樓的議員辦公室 那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天就 率領傳媒去到看 好像看示範單位那樣 那麼見到其實這個新隔辦公室的 組裝合成的方式建造 是面積、間隔和樓底的高度 其實跟現有的辦公室差不多 但是改善了什麼呢 就是空調系統 還有獨立的房間可以調室溫 那麼新的辦公室兩邊 預留可以拆卸的牆身 方便如果議員是需要合併共用的時候 可以減少這個拆牆的工匠成本 他們說立法會行館會接納今次的設計 廠方面就開始在內地生產 期望今年年底開始安裝 預計2025年啟用 這個就是他最初的時候 他原來立法會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準備擴建了 所以他如果不是的話 你下面的重量整個結構 你不可以擴建 他已經預計了是可以擴建的 他做的時候 所以現在就變了一個擴建很容易 但是 但是立法會議員90國真的太多了 其實立法會議員90國真的太多了 只要我分餅仔 分餅仔的狀況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只要分餅仔越分越多 變成90國 雖然根據張秀賢那時候 跟我說的有方法 不知記得成多少 就是香港90國 就是人口的比例 而有多少議員 他說應該是有多少個 那麼他計了個比例給我看 那麼他說 那麼他說其實 這個是一個maximum數字 就是適合那個數字 他是政治學是有數字可以計的 所以他說90個都是可以的 就是總而言之 符合政治學的一個比例 不過我還沒問他 我忘了他那個數字 是那個formular怎麼計 我待會再問他 但是就 即現在90國立法會議員太多 你覺得嗎 我覺得太多 他還說是多 但問題是他有公式去計 幾多人口有幾多議員 有公式去計 是的 沒錯 所以他說還是合乎的 不過我想香港其實 如果現在這樣的狀況的話 找一些有能力一點的人 三四十個就夠了 不用那麼多 太多人了 但是全職多 嗯 全職要做好整個香港 好 那麼立法會其實還有一個新的東西 他說現在呢 可能會用這個叫check AI 就是我們昨天說那個 check GPT 對 check GPT那個情況 方便公眾去搜尋議員發言的紀錄 那究竟好不好這個AI 那AI當然是好的 那麼搜尋議員發言紀錄 因為 但是 我相信這個 這個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這個也是大趨勢來的 因為其實是比較難找的 尤其是一些 其實不是議員發言紀錄 其實就算是很多發言的東西 都覺得是比較難找的 嗯 就是因為是文字 但是現在找回發言的方式去做 其實不僅僅是立法會 我相信是 那個叫做 譬如說法庭 所有事情都會做這些 嗯 因為以往是需要經過議員簽名 同意一下 你有講過這些東西的記憶 那麼現在可能很快 一個月內就可以公佈那個 是的 以前要搞很久 嗯 剛剛講漏了一個娛樂圈的新聞 剛才就是說 黃森榮出了 有沒有留意 是的 我那個時候想叫 我曾經找過她的姐姐黃森榮 黃森榮 喂 喂 我有間上市公司想找她做董事 是 但是黃森榮沒有回覆 他是藍剔的 哈哈 我不記得她是藍剔的 是 這件事 因為她一出事的時候 馬上有朋友想找她做 立刻 你讀經濟的 想找她做董事 嗯 但是她是姐姐 沒有她的姐姐 我們找不到妹妹 剛才找到她的姐姐 就是你本身想找她妹妹的 哦 但是因為黃森榮曾經 去了不知哪裏遠行 接著又剷了Facebook的照片 IG的照片 接著昨天突然間 趁馬國明生日之前鋪上 還有出MV 是自知的 引來17萬個點擊 其實都算多 是 預先的MV 大家就在那裏說 昨天剛好有助理馬明生 還要和湯樂文開訪 都看到好像大家在那裏宣說主權 哈哈 這個是題外話 花邊新聞一單 好 接著再說回港鐵小豪灣項目 第一期留標 適時會重新招標 這個港鐵表示 小豪灣項目第一期 上星期三都收到三份標書 公司決定不接任何標書 會適時再重新招標 我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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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三十一萬尺 一百三十一萬尺 佔一千九百個單位 是很大筆數目 嗯 其實最近很多人都欠錢 包括之前我們說 包括我 哈哈哈哈 還有什麼領展 那些人又說很窮 然後昨天又有人出來抽 李根興水 那些 很好笑 總之大家都在那裏 互相抽領展水 好 接著就回到國際新聞 其實我們這幾天也有說過 就是氣球的事件 但是最近 杯公射得很厲害 中國氣球的事件繼續發酵 網絡上面還傳 現在是在天空上找到那些 不是氣球 是外星人 ET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我以前有個語名叫ET 因為我生出來的時候 那個樣子很像ET 然後 然後呢 美國白宮 國安會 戰略溝通 協調 官阿比 John Kirby 他昨天就向國民強調 這些事情跟外星人無關的 國民不需要沒有問題 是 但是現在很多氣球 是被發現是不命耐力 就是說不知道是誰的 你不敢拔你就是中國 其實這些氣球 這次做得很大 其實一向 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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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這些氣球 中國人都發明了很多 沒有打落 但是今次上次那個 是中國認了的 所以就比較坎有些 所以現在打落幾個騎士 現在經常都要打落 這樣就變得很煩 其實是經常都有很多 我們都說過 其實就是 因為你 一開始找到一個 然後就會不停地找 其實在上面很多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所以 一向都有的 但是中國 上次那個氣象氣球 就自己認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自己認了 因為就是大家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 一向發生了很多 大家都不要理會 大家都是 因為美國都很多去過中國 但是因為 如果你在其實那個氣球 你只要在他們的領空之上 就是等於是太空 接近太空的位置 其實其他人的耐力是不好的 所以 其中一個有些人下來了 你去決理 所以現在不停就發現 氣球其實是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當初的時候 軍方都不理 嗯 那現在其實 很多人都開始干涉這件事 包括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又在那裡回應 這個飛行的物體 那他就說 很顯而意見 是存在某一種模式的 這些氣球 但是他就沒有進一步 論述是什麼模式 強調就會跟美國 跟拜登談談 討論一下這些 這些不明物體 究竟為什麼會在那裡 不明物體 從來都在那裡 今天上次就不用談 只不過問題就是 你現在去怎麼處理 你如果打來架 打來架 打來架就非常煩 其實是太多的 從來都這樣 不明物體飛行 這幾句都不斷有人 又是不斷說這個話題 總之就 說回這件事之後 我們又看回以色列的司法改革 以色列民眾在星期一的時候 聚集在國會大樓之外 反對總理內塔尼亞胡 政府領導的司法改革計劃 總統赫爾佐格就說 以色列有可能陷入憲法危機 很多人在國會外面示威 又有新火 這次的示威都很劇烈 因為他們是修改 這個修改國會憲法 就是它使得 那個內塔尼亞胡 應該是吧 它有些憲法 就是它可以推翻法院的盤決 就是說 國會可以推翻法院的盤決 國會就是說 等於香港的立法會 可以推翻法院的盤決 可不可以 你知道大多數 所以整件事 但是因為它有些醜聞前身 所以它就是這樣 所以就會是一個憲法危機 它會修改憲法 總而知修改了這件事 因為它控制了國會 但控制不了法院 而它是有一個 dedication 所以以色列都是屬於一個 有民主社會 所以很難接受這件事 嗯 是的 計劃公佈以來 以色列是發生了多次的 大規模示威活動 主要是集中在特拉維夫的 那現在的反對者 就是批評這個計劃 是令到司法機構政治化 造成政府專制 以及削弱法院的力量 將不受約束的權力交給 決策者 毅及人權 以及公民自由 是的 嗯 OK 然後這件事之後 我們又說一下 除了剛才說 安心出行 還有另一個安的 就是安倍晉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大家都知道去年突然間被人殺死了 內良院的警方完成了調查 就加控這個疑犯呢 山上徹五漢罪名 山上徹也 山上徹也 我以為這是一個字 山上徹也 是的 你是日本人很喜歡用的也 是的 用的也 木村託災 什麼什麼也 是的 其實是託也 包括案發前一天 就在內良市的統一教會指 以自製槍械射擊 涉嫌去損壞建築物 其他罪名包括 他就無許可知下 就是做些槍啊 火藥啊 涉嫌就違反這個武器等等的制法 武器等制造法 火藥類管制法 和這個槍刀法 以及是向街頭演說安倍晉三 妨礙選舉活動 違反這個叫做公職選舉法 哇 就是一次過加了這麼多罪名給他的 就 不是加了這麼多罪名 你應該說一次過控告他這麼多罪名 可以嗎 可以嗎 加罪名才是欲家之罪何還無恥 那種加罪名 一次過控告他這麼多 OK 說話確實一點 OK 那就是 那山神次就說他 因為他很不信 他媽媽就供勸了統一教 而統一教就是 一向是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持者 所以他就去 就是將來遷路安倍晉三 就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你牽涉這麼多罪名 都是石機安倍晉三 就是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反而是比較少的事 那就是他的安倍晉三 去年的注射失望之後 現在就剛剛好像出了 他的自傳 有沒有看過 現在是做節目 你沒看啊 我們知道的 不用特別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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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會看的 你不用教人 你還沒看的 我們都知道你不會看的 你其實近來看過什麼書 我沒怎麼看書 又看周遣大師的書 你有看周遣大師的書嗎 但沒看完六萬多字 哪本呢 你那本這麼厚的那本 深綠色那本 那本不是六萬多字 那本是二十幾萬字 二十幾萬字 看完 我有個朋友拍給我看 我說看完了 幫我跟大師說 好 但他是買的 是不是買的 買 有找你簽名 是的 但是我發現 我看過他的本 叫賣向美麗之國 我真的看過安倍晉三的書 但他在上任的時候看 那本書如果有觀眾是賣向美麗之國 只要他給運費就可以了 你說這一款還是 賣向美麗之國 賣向美麗之國 那本書是安倍晉三的 因為這本書現在已經完全沒有用了 那本書是沒有用了 那本書是說什麼的 那本書是說什麼的 他剛剛做 不是剛剛做首相的時候寫的 都是三屋皮 總之逢那些大人物寫的 那些 那些政治人物的那些 那個政治人物的那些 那些說的話是絕對不可靠的 嗯 政治人物的那些說的話 絕對不可靠 所以所有那些書都是不能看的 看完壞腦 那不是壞腦 但是你會發現都是三屋皮 都是那些廢話 嗯 但是私心想 我還懂得多個去呢 是沒錯 好 那最後我們說回意外 其實這幾天都有很多意外 天災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那2月3日夜晚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就是美國一兩座油 這個化學物質的列車呢 夜晚的時候 在這個的俄核 俄州 Oil Hill 東巴勒 東巴勒斯坦鎮 就出軌 那最後呢 這輛列車呢 就因為這些化學物質外洩 而引起一些火 即起火 那有毒的物質呢 隨著雨水空氣而污染了周圍的土地和水源 目前來說 他們附近的水源已經遭到污染 大量動物死亡 多人出現身體不適啊 吐啊 即是暈啊 不少網民就認為 這個是美國史上 最大型的生態災難的 最大型生態災難應該是三里左右吧 三里左右 嗯 那這壇東西就看到 有50格列車的車廂出軌 所以裏面再有那些危險的化學物質呢 都令到 即是外洩了之後 就會令到人家出現這些情況的 是 嗯 他因為事前他說 你遮掘一下 我不知道他跟美國那些貨運 他的貨運 整個貨運系統 舊的無所謂 但是美國的火車路軌 很多人留意 美國的火車路軌是很長的 是很多的 很多東西 但是美國的火車主要是做貨運 人運主要是開車 所以美國的火車 那應該就是巴菲特賣做到 是 因為巴菲特有些人說 他經常要看火車的路線 運的東西 你去決定 你去評估經濟狀況 即是巴菲特看火車的 運運 是的 你去看經濟狀況 嗯 我們由這宗意外 可以說到經濟狀況 是的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亞洲新聞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好 來